由于印度人的皮肤是黑色的,很多人就以为印度是住在非洲,或者是欧洲等国家地区,但其实印度人也是我们国家的邻国之一,这完全是因为咱们国家的土地面积实在太大了。 想比较欧洲很多发达但是不出名的国家来说,印度的名气显得就大多了,但是印度并非因为经济发达而出名,印度所展现给世界各国人民的印象都是脏乱差,吃完也是印度的大问题。 可是印度真的是网上说得这么不开吗?有两位中国姑娘就非常的好奇,她们很想趁着现在放暑假的时间,去印度游玩一下,顺便看看印度是不是真的如传闻中所说的这般骇人听闻。 毕竟这些年来,中国人喜欢出国旅游,已经不是什么大秘密了,只不过很少有中国游客会愿意来到了印度旅游,尤其是中国的女孩子,因为听闻印度的志安差,所以也不敢独身艺人来到印度旅游,但是这两位中国姑娘决定结巴而行,顺便再聘请一个男导游,这样就相当于保镖了。 于是她们转瞬间就购买了去印度游玩的机票,那么真实的印度真的如传闻中的很脏吗? 这两位姑娘行程的第一步,就是要看一看印度的大都市,结果令她们俩意外的是,印度的城市不仅不脏,地面的街道还异常的整洁,交通也非常的有序,根本不是网上所说的那般,人人都把垃圾往地上扔, 虽然比不上中国的一二线城市,但是跟很多二三线城市也是非常有比较性的。 看过了大都市之后,他们偶然在城市喧嚣的背后,就看到了印度最大的平民窟。 平民窟里居住的印度人确实是比较可怜的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肤色深的原因,总觉得这些印度人看起来不健康,好像生病了一样。 估计也是长久营养不良的原因所导致的,两位中国姑娘,还被一些印度的小孩子围了起来。 也许是看这两位姑娘穿着打扮,跟他们很不相似的原因,姑娘给了他们一元一元硬币,他们好像从未见过,都睁着一双明亮又大的眼睛看着,眼睛里透露着迷茫。 直到导游告诉他们,这是中国的钱,可以买到很多好吃的,小孩才扬起了灿烂的笑容,还对着两位中国姑娘深深的鞠了一躬,表示感谢。 离开了平民窟之后,他们在路上又看到了一个乞讨的妇人,中国姑娘觉得她可怜,给了她十元钱。 可是这位妇人的做法,和刚刚遇见的印度小孩完全不同,她却不乐意了,还穿不认识中国的钱币,如果真的想帮忙的话可以给美元,自己是认识美元的。 这就让两位中国姑娘非常的恼火了,甚至有想把钱产回来的冲动,不过看她可怜还是算了,一行人又来到了印度的圣河恒河,因为早就听闻恒河的大名了。 知道印度人对这条河流非常的重视,可同样也知道这条河流被垃圾所覆盖了,他们就是想看看印度人果真不嫌弃,甚至把垃圾往里面扔。 等到了之后,结果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一样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,不过这次的印度旅行生活还是很多的,印度的平民窟很脏。 但是平民窟里面的小孩却非常的纯洁,印度的大都市同样和中国的大城市一样,也许在多年以后,印度也可以感受目前中国人的现状。 祝福他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